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冲破历史的高点 特别是S&P翻案者冲破5200点 是这个国家交易以来S&P翻案人最高的一点 市场审慎而乐观 士气如虹 可喜可贺 主播我就来跟你谈一谈 在我们加州时间早上11点钟 我们联储局局长Jay Powell里面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的内容 主播我有三点观察公众里的参考 第一 联储局对于美国的通胀 大概是3%上下徘徊 一直没有压到2% 所以还并不满意 因而还是延迟降息 也非常能够了解 第二个观察 联储局对于美国的经济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底气 而且调整提高今年GDP从1.4%到2.1% 所以可以说我们美国的经济还是一样非常的好 因而联储局有底气延迟降息 第三个观察 那降息的幅度有多大呢 三次cut 三次降息 可能在some time this year 所以可以看得到起码三码0.75%起跳 所以市场非常有平安 因而股票大涨 愿上帝持续地给联储局有聪明 有智慧 持续地能够balance成长跟风险 因而美国的经济能够帮助全世界的经济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必须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愿上帝保守你爱上帝的心 因而有聪明有智慧 继续地能够布局2024年的投资 哈维县城上好啊 周三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一个office plaza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